歡迎收看有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在前面呢這個 介紹了 圓形腳圓周腳 旋切腳圓內腳圓外腳 然後也看很多問題 那在這裡呢介紹這個 圓內階 四邊形 我們介紹所謂這個圓內階和圓外切 我們在剛學完圓周腳的時候其實就有 稍微的提到過了 那 在剛開始學生認識這個詞的時候光是背這個名詞 就會有點搞混 就是他會不是說背啦 而是說會受到這個名詞的干擾 那 怎麼樣去了解他的其實可以帶學生認識一下 這個接跟切 接就是 點 接到了這個圓上叫做接 那這樣子好比如說 畫個圓 好比如說你現在看到這個 三角形好了這就是圓 接的三角形 那他在裡面嘛 這是圓內接 所以接的時候就是點在 點在圓上 這樣 就叫做接 頂點碰到圓周 這樣叫做接 那怎麼叫做切呢 切其實我已經認識他了啦 就是切線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到底是內接還是外接 到底是內切還是外切呢 如果你是一個圓 你會有內接的多邊形 還是外接的 如果有一個多邊形 他點點在你上面 好 因為我們學的都是 凸多邊形 我們的 多邊形的點 都要往外推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太可能在 點點都在圓上 結果那個圓還在裡面 這是辦不到的啊 所以說呢我們看到的都是 如果你是一個圓的話 如果你是圓的話 多邊形 多邊形一定是在你的裡面 所以圓會有 內接的多邊形 那反過來說呢 多邊形就會有外接的圓 因為我們講的多邊形 是凸多邊形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凹多邊形呢 那搞不好就會有內接的啊 因為我就可以 也很難內接 因為你不可能四個甲都凹嘛 我們畫一個來看看 像這樣子 假如我希望頂點在圓上 可是我 這個頂點如果在圓上 他可以在裡面沒有錯啦 可是這樣子 我其他這個點就碰不到啊 對不對 所以凹多邊形 沒有辦法內接圓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的多邊形 第一個我們都是講圖多邊形 那第二個呢總而言之 多邊形的圓就是接在外面 再畫一個 比如說這個五邊形 他的圓呢一定是 如果有的話 就會接到外面 但是他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 如果有的話他就會接到外面 可以嗎 那所以一樣 如果圓他有 多 有接一個多邊形的話 那就一定是接在裡面 所以是圓內接多邊形 然後多邊形 已經有外接圓 如果是切的話呢 你看圓的圓弧 是這樣子的嘛 所以你要切不可能在裡面 切嘛 你一定是在這個圓弧的外側 就是凸凸的外面這裡切嘛 對不對 你不可能 切在凹的這一側嘛 所以圓如果會有切 一定是切在圓外面 那所以說如果有一個圓 他剛好 跟一個多邊形呢 剛好有一個關係就是說 圓 切到這個多邊形的所有邊 比如說這是一個四邊形 我剛好有一個圓 這個圓呢 跟這個四邊形的四個邊都切 我們就說這是 好這個 四邊形的內 切圓 然後圓 這個四邊形是圓的 外切 四邊形 可以嗎 好這個圓在四邊形裡面嘛 算是內切圓 然後四邊形在圓的外面嘛 所以他是外切四邊形 稍微說明一下 讓學生認識一下這個詞 不要每次看到都有點困惑 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問題 我現在呢 這個圓外面有一點P 然後對這個圓做了兩條切線 A跟B 如果告訴你 角P是70度的話 問你角C 那這樣子的問題 在這個單元裡 也算是很標準的 很常見的問題 那我們 去思考這樣子的 做法 就是說 我要怎麼回答他 那如果你們還記得 在前面教 幾何之前 在教方程式的應用問題 我們就講 有順向思考 和逆向思考 順向思考 就是說我有什麼 我有這個 然後我可以知道什麼 那逆向思考 就是說 我有這個 那逆向思考是說 我要求這個東西 我必須要用什麼東西來求他 我要先知道什麼 那我知不知道呢 那如果我要知道這個 我又需要先知道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一題 你可以這麼說 我知道 腳P70 根據 他是圓外腳 所以他會是 ACB-AB 不見得有用 但是就是想一下 那我們還會知道什麼 還有就是說 這個是切線 所以如果你能夠 保持這個良好的習慣的話 點一下 圓心 垂直 垂直 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就多知道一個東西啦 我會知道AOB 所以這一題 他那個圓心不畫出來 不畫出來的話呢 你要自己 懂得去找 如果你沒有找出來 就會比較難推論 那如果我可以 你可以畫出這個步驟 後面就會好想很多 我知道有70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 對不對 這個腳是110 我知道這個腳110 然後我又知道什麼 那我們一直在講 要有腳就去對 有弧 要求弧就去對腳 所以 我有這個腳110 那麼這個弧就110 啊 腳C 對不對 那反過來 我如果不是順向的 我是逆向的 其實這一題 逆向也是一樣 你還是需要做到這個 化圓心的動作 假如我想要求腳C 我想要求腳C 那我要先知道什麼 這是腳C是什麼腳 是圓周腳 他的對弧呢 是AB弧 你看我每次都問這個 他是什麼腳 他的對弧是什麼 他的對弧是AB弧 那我能知道AB弧嗎 所以說也是一樣 如果你能夠做出這個 AOB的話呢 那麼 你就會發現 AB弧其實就是 AOB這個腳 而他就是 切線長性質 裡面 他會是這個 腳P的補腳 所以腳C是55 那如果我就是沒有畫出 O呢 我是不是這題就都不能算了 其實也 不見得 其實也不見得 我們還有一個做法 如果你剛才利用這個 圓外腳 你可以畫 你可以取到這個 ACB 減掉AB弧 比較小的這個AB弧 減出來 那他不是70 這個 相減除了才是70 所以他們兩個相減是140度 然後 其實仔細想想怎麼樣 ACB弧呢 那 如果你沒有畫這個O 那你變成在這個步驟 你要想得到這件事情 什麼事呢 他叫AB弧是360 所以這兩個做法 都有一個 這個思考上的門檻要跨過 你要不然你要想得到要去畫 圓心然後垂直垂直 那這個訓練其實我們之前就做很多次了嘛 所以這是有可能做到的 另外一個你就要想到這個弧加這個弧是360 所以當他們兩個相減是70度的兩倍的時候 連力求減 所以其實AB弧是 他減他是220 320 我這樣也可以求到 對嗎 那當然前提 你要做這些動作之前都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去求 AB弧 所以說不論是透過順向思考來求AB弧 還是說透過逆向思考來發現我要求AB弧 你都要想到你要求AB弧 要不然即便 這些知識你都具備 你也不知道要去做 你也不知道要去算 因為你心裡沒有底 你不知道你要算什麼 那當然有一些經驗 有一些是跟經驗有關 所以我們在這裡介紹這一題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ABCD都在這個圓周上 ABC ABCD都在這個圓周上 然後跟你說 角ACB是12度 他指的是這個角 我就不寫數字在上面了 漸漸的這個 這個是12度 然後說 CAB是66 CAB是66 他指的是這個 這一個是66 然後要你求角E 這樣就可以求角E 還有一句 A珠平行BC 這個應用我們剛才所講的 你有角就去找隊伍 有角就去找隊伍 順向思考 既然我知道這個是12的話 其實他對面應該是 24 既然我知道這個是66的話 對面應該是132 他對弧應該是132 然後呢 然後 其實 這個平行要做什麼用 大家覺得呢 這個平行讓你知道說平行線解等弧啦 所以這裡也是24度 OK 這樣你能不能算出角E了 你看我們這個解題的重點 我們 每次遇到都會跟你們講 那我說實在話了 包括我自己的學生 也不是我每次講完他們之後就全部都會造作 那不過教學就是這樣子 就是 學生沒有 沒有 一聽就懂 或者是一學會之後就造作的 這麼好 那老師就要多辛苦一點 多講幾次啦 我們前面講了什麼 你如果發現他這裡有弧 你要怎麼樣 你可以怎麼樣 去把整個圓補起來 尤其是 當你想說我要求角E 角E是圓外角 圓外角的話 是他所夾的那個大弧尖小弧 假如這是圓 好 比如說這個圓 那圓外角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那我要求 我要求圓外角 不是要知道他這個大弧嗎 然後拿這個大弧去撿這個小弧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題裡面呢 我要想要 我想要算這個大弧撿小弧 小弧我知道啊 角E他這樣拉過來 小弧就是132 那大弧是多少 所以說你如果明明 好這就是我們剛講的逆向思考 我要求角E我要知道什麼 如果你明明都已經做到這一步了 你就是不知道大弧是多少 就停住了 這樣真的是 浪費啊 因為你就是把那個圓畫起來 因為沒有這個圓所在就會讓你 不夠積極的想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把這個圓畫起來你就會知道做什麼 拿360去撿吧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叫做 就叫A珠湖啊 不用另外去 所以360-24-24 再-132 這樣會是幾度啊 48 48加 132 48 132 180 哎呦 這麼漂亮 這樣 對 剛好是180 還剛好是半圓呢 那麼所以我就減出來這個 A珠湖是180 A珠湖是180的話 所以角E就是 減掉BC湖 然後除以2 所以180 減掉1324 剩下 58 錯 48 哎 對啊 48 42 所以角E就是24度 所以角E剛好會是這個紅色的C的兩倍 剛好是紅色的C的兩倍 我這個 角有點畫得太寬了啦 24度應該沒那麼大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題啦 這個 這一題很簡單 這其實這接下來的兩三題都很簡單 那很簡單為什麼要介紹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解題的邏輯很重要啊 那其實 你按個暫停線再來解一下 那這一題呢 其實就是跟我們剛才才講解完的那一題幾乎是 軟生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獨立完成這一題的話是 這個要檢討 要檢討 好那他今天跟你說 我們剛是給這個角球這個 現在是給這個 他跟你說這個是60度 要求腳P啦 要求腳P啦 這個60如果你選擇取圓心 有圓周腳去取鎖對壺是 120嘛 鎖對壺120 圓心腳也是120嘛 圓心腳120根據切線長性質 他們兩個互補 腳P等於60 可以嗎 那又或者你用剛才那個 圓弧的方式去算也可以 下面這一題 這也是一樣好這個也是我們已經教過的 好那 他說的如果腳P是55的話 求腳Q一樣 什麼 我要做什麼 補滿整個圓呢 你如果補滿整個圓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腳Q是圓周腳嗎 所以我要知道這個壺幾度 對不對 我要知道這個壺幾度 那我要知道 這個壺幾度啊 那然後呢 又跟上面這個一樣 你如果取個圓心 這個55他跟他互補 125 所以125 所以125的話這個壺125 那麼這個壺 AB壺 就是 360 -125度 235度 所以 AQB 是 117.5度 可以嗎 那 我知道也許會有人 就有的書 參考書什麼的 會去把它 搞得很像一個公式 說這個角就是怎麼樣 180度減什麼的 二分之一什麼之類的 但是 不需要 需要 你會推論就好了 好 那麼來看下面第三題 也是一樣 按個暫停想一下 圓 圓歐的半徑如果是6 然後歐點到圓歐的 切線長 是AP AP是10的話 問你 AOP的外界原面積 那麼這一題 一樣 要考驗這個 你會發現沒有圖嗎 要考驗你看完文字 能不能夠自己把圖 做出來 畫個圖 OK 所以圖畫起來 是像這樣子 這個圓的半徑是6 然後 這個 切線長 我們把切點取較A跟B的話 PA是10 這樣子 那他問你喔 這個APO的外接員 什麼啊 其實APO的外接員呢 這個就是三角形APO嗎 這個外接員 不擔心 他也會同時過B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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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至於為什麼大家可以想想 這一個外接員 這一個外接員 重點在這裡 因為這裡是直角 所以說呢 這個外接的員呢 他會 OP 為直徑 可以嗎 以OP為直徑的話 那OP多長呢 注意 680 OP不是8 他是這個 6跟10 136 6跟136 可以抽多少 抽4 25加9 34 2跟號34 可以嗎 所以呢 這個是這條直徑嘛 那所以一個 半徑的話 只有跟號34而已 所以他的這個外接員 面積是跟號34的平方 再乘拍 所以是34拍 這題就蠻難的 這題蠻難的 那這樣子今天所教的大家有 懂嗎 那麼這是這一次的作業 利用所學證明 AM乘BM 會等於 CM乘DM 我這麼神奇 那如果你在學校已經上課的話 就知道 這個叫做內密性質 他跟你說 A跟C合起來是180 而且A長比B還要長 A比B還要長 問你 腳A跟腳B誰大 有趣的問題 想一想 這一集 這也是機測體 這也是機測體 這兩個圓 這是外公切線 這是外公切線 這是連心線 連心線交出 在原作上交出PQ兩點 外公切線切出AB兩點 把AP和BQ連起來 證明這個地方一定是直腳 然後下面這題 他說 AC平分的腳BAD 所以這兩個腳是一樣的 AC平分腳BAD 然後 ADE 這個是 旋切腳ADE 是23度 最後問你的是AFB 這邊 AFB 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 A